半名士兵吹响喇叭后,96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队员高举国旗走进天安门广场 纪念中国人民共和国旗12周年 10万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旗聚、广场、奏唱国歌、观看升旗仪式 许多人手里拿着旗帜,脸上贴满了国旗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是许多中国人庆祝国境和表达爱国主义的方式 在香港,此特区也举行了升旗仪式 以及由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持的招待会 林郑月娥在仪式上肯定,香港在香港国家安全法以及选举改革的保护下 确实朝着一国两制的方向迈进了正确的方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任命和更换了主要和重要省份的许多书记 在最新的决定中,郑天杰先生被任命为安徽省委书记,而不是李静定先生 李天杰先生被任命为山东省委书记,阶梯吕嘉义先生 这是中国两个重要的大省 这些被任命官员都是习近平主席的密友 与许多其他经常选择自己同一边的人 任命的领导如建泽民或胡锦涛不同 习近平主席不选派而任命的是过去与他共事的官员 例如国民议会议长李战书在任河北省镇定区委书记是曾经习近平的亲密同事 当时李先生是邻区区委书记 或者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是年轻的时候与习近平一起去困难地区的新经济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支持中国对抗西方敌对势力 他在中国成立72周年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核电中如此之说 朝鲜媒体10月1日上午报道 朝中社表示 相信在新时代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现的情况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朝鲜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中国党 政府人民战胜敌对之力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争议斗争 两天前金正恩批评美国对平壤采取敌对政策 严重破坏了国际信任关系 观察人士认为 朝鲜选择与中国密切交往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任何靠近中国的国家都无法繁荣发展 朝鲜的道路应该是走向他的兄弟 韩国向日本向澳大利亚 美国或新加坡等其他先进国家敞开大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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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